这个世界 有死亡的死者 有千年的鬼怪 自然 也有神的存在 他还不是王者 偷来的命 是能以成就的 孩子 记住婆婆的话 你的命是鬼怪救的 必定 帮我保住孩子 所以你注定 会成为他的新娘 您还满意 叫着 您也是这个小学 对了 你学哪儿过 过来 叔叔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吗 这个家伙可能是什么的 你为什么要让他们再次叫我 一见到时候就有种 我见不够的感觉 长得挺像的 对 别哭了 别哭了 我遇到你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是他老板 怎么了 难道只是 一年巧 明日要迎接一个柜子 谁啊 明日你就知道了 王后 你真好 跟我干嘛 我没认识吗 哪一次到中的情话 我为什么我们觉得 哪儿有问题 声从来没有遗弃过你 他只是要让你们自己 选择各自的女孩 我有缘 幕后的黑手 会自动审理她 还有你 就快遇到年纪吧 你不该不理我了 我看我不是担心那个死丫头 会把她出手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人 最关键的时候 他一定会守住你的背后 你不得不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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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担心的 你不得不理我 哎呀 既然这已经是我们俩的家了 那肯定要争取一些新的回忆 你可知 更替万象 需将一切沥血重逐 而你 将变成所有过往时空之人眼中的 陌生人 你问我算什么东西 现在我就来告诉你 共送将军团象 躲在庙里叹气有用吗 救救 皇上不敢杀的人我杀 不可能 一定是搞错了 绝对不会是哥哥的 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很多威智 从开头 就已经注定了 坐在你把握衣裳上 你这一辈子 不知道要做多少违背心意的事 你还有什么资格让我喜欢 我已经试试过了一次 我绝对不想再踢你一起 可是鬼怪体内的剑一旦被拔除 他们很有可能 彼此不信的记忆 伤害吧 对吧 或许是真的活不了从前 我想 我们以后 能不能尽量 别见面 我现在 冷血 我希望一人 你就可以再试一下吧 不用担心 她将一天会彻底忘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